晚间八点新闻 我是战书函 新闻一开始 但您关心的是关于Delta病毒的状况 从命鲁返台的祖孙延伸的相关个案 目前有六个人 他们精英定序都是Delta病毒了 疫情现在可以说是拉起警报 这个关联图里面 那主要是以Delta为主 印度变异株入侵 这波台湾也有六例都是Delta病毒 其中命鲁返台祖孙 更是造成12人确诊 染疫者情况也曝光 其中一位在住院的时候 是有轻微的肺炎 那另外孙子的这边 他是都没有什么相关的 这个就是除了轻症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肺炎的变化 有两位在使用这个瑞德西韦 那另外就是有这个五位 是使用这个单株抗体 Delta病毒威胁不敢大意 为了避免感染扩大 指挥中心采取应变措施 6月24号便设置设计筛检站 动员村长沟通 联系批发商合作社 安排裁剪 当地超市超商餐饮业 传统市场全关三天 目前两村塞了444元 快筛全阴性 PCR除了25人检验当中 其余都是阴性 但没有所谓的什么准四级的 那就在三级里面 加强管理 不能让好不容易 有趋缓的疫情走回头路 27号从高风险 七国入境者 一律住集中检疫所免收费 其余国家入境 只能选择入住防疫旅馆 或者要自费到集中检疫所 引起收费太高之论 指揮中心从2500降到每天2000包三餐 遭质疑为什么非高风险国回台 却要自费检疫 入住集中检疫所 有一些相关比较强制的规定 选择的自由度比较高 所以一直都维持 在要收费的一个情况 目前国内防疫旅馆 使用率不到三成 但要防传播力更强的 Delta病毒恐怕人与人间距离要再拉开 强调国内密切接触15分钟 就会被匡列为接触者 国内社交距离是否拉长 程式中还要再跟专家讨论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屏东的祖孙传播链 今天指挥中心再公布了多三个人染疫 所幸附近两个村 快筛444个人 都是阴性的状况 这三个因为仿山家庭群聚 印度变种病毒所感染的 潘梦安亲国证实 秘书坊国祖孙的传播链 又增加三名来到12人 他们是按14298 小黄司机的妻子妈妈以及看护 其中妈妈16号到卫生所 施打AZ疫苗 可是接种后 需14天才会敞生抗体 结果来不及被传染 他跟看护足迹相对单纯 但运奖太太担任超商店长 也到过封港一处市场 还好这次的石连制帮了大忙 就是超商 他本身上班的地点为石连制的场所 所以我们有发一批疫情警示的简讯 但整个传播链 加上司机家人共12人 其中除了公布的秘乳返国祖孙 染上Delta变异株 26号也证实 他们有接触的邻居祖孙 以及同住友人 甚至同住友人搭过的小黄司机 共6人都是印度变异株 由于另外6人 还在等待基因定序的公布 也让民众人心惶惶 一定是一种病毒 你觉得呢 更紧张啊 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知道该怎么做 虽然屏东县府在事发后 已经在当地设施筛检站 26号更决定对附近的封港 以及山鱼村全面普筛 不过民众恐慌也让筛检站 差点符合不了 好一点啊 少一点啊 现在等他来 政府预计从26号起3天 完成所有的筛检作业 截至下午3点 近2000人 已经快筛了444人 PCR419人 索性全是阴性 也希望借此赶紧消除民众的恐慌心态 TVBS新闻赵丽和一新来神据小组 屏东报道 印度变种病毒入侵屏东 现在这一条传播链呢 随着染疫者的足迹 扩及到了嘉义以及台南 这间是密封的小姐 云澳澳澳 灰色铁门这一户 就是从密封返国之后 被确诊的妇人娘家 她6月6号开始居家检疫 到确诊前都足不出户 没出门 但住隔壁的省省也确诊 可见印度变种病毒超强传播力 而从密封回来的祖孙 检疫期间有需求 就请隔壁的省省帮忙买东西 结果省省中标 同居人也染疫 他搭白牌车外出 也把DELTA病毒传染给问奖 结果跟司机用餐的友人 还有一起喝茶的兄弟党 统统确诊 足迹波及台南跟嘉义 拼着也怕是不怕 你嫁人而已 真的啊 今天我一天 屏东白牌车司机 确诊前身体欠安 分别在6月11跟6月18 两度开车到台南家里区的 这间妙拜拜 朋友10次来的啦 因为6月10月到10月 这两天才来的啦 假如你过时 他说他现在身体便宜 他怎么知道 对啊 不可以照顾啦 至于白牌车司机的朋友 13日曾驾车到嘉义市 拿粽子跟水果到儿子家 待了一个小时 直接返家 没有出入其他公共场所 只是在6月20几号 才跟这个确诊个案有接触 那他来嘉义市的时间 是6月13号 所以推测 他6月13号来嘉义市的时候 应该还没被感染 确诊的男子送粽子给儿子之后 才跟白牌车司机共餐 非疾病可传染期 只不过这一支Delta病毒 入境屏东之后 短时间内形成一条传播链 透过白牌司机 到访嘉义跟台南 引发高度紧张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针对屏东房山乡呢 县府已经设置了前进指挥所 另外下令的是 善于村还有丰岗村 今天开始一连三天 所有店家全部停业 小牛车穿梭大街小巷 车斗载满一袋一袋的用品 挨家挨户都发一包 原来这些都是防疫物资 26号一大早 屏东房山乡 丰岗村 善于村 每一户都会收到物资包 里面大部分都是干粮 泡面 还有卫生纸 饮干啊 泡面这一包 泡面 对啊 这样三天三天很很拮据 三口人 对对对 三天你觉得这样有点拮据 真的 非常 应急用只能将就秘鲁返国的左孙 确认感染印度Delta变种病毒 引发了访山群聚感染 县府强调26号起一连三天 访山乡 丰岗跟善于村 所有店家都禁止营业 大家就会怕 说不怕 说不怕 就会疼人 不疼啊 现在 疼也疼也疼 疼 那我们要关 好 好 25日晚间 屏东县物资银行 盘点手边有的物资 准备900份的防疫包 26号一早 兵分拨路发送 所以我们先顾着大家的肚皮 所以先发放物资 那么同时呢 也在整个这个 也没有所谓的 封村封城等等 是强化的三级 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免外出 或是采买 化学兵出动 大规模消毒 封港疫苗站 也已经布置完毕 1200剂的疫苗 27号一早8点起 开始施打 在休息10分钟 至40分钟的阴性 还有进行PCR的阴性 一过两个阴性 才可以施打疫苗 县府成立坊山前进指挥所 全力防堵Delta病毒 坊山两个村 店家禁止营业 加护领物资 形同准四级戒备 TVBS新闻 叶凤达 平等报道 指挥中心公告了 6月27号开始加强 检疫措施 提高的是 7个高风险国家 入境的筛减 不过双北市长很忧心 只有7个国家 恐怕不够 已经一错 再一错 不要做三错 新北市长侯友宜 难得说重话 就是因为印度变种株 入侵台湾 台湾针对印度 巴西等7个高风险国家 全面提升检疫措施 除了入境 必须入住检疫所 检疫期满后 也要进行PCR检测 双北市长都认为 这样还不够 我们从这一境外 只做了半套 每个国要入境的时候 都要赶快裁剪 隔离其满 爱哥裁剪吧 只有防毒7个国家 终究你知道 这种印度变种病毒 还是会侵入台湾 对境外检疫措施 忧心忡忡 但市长们烦恼的 还有疫苗残疾新规 一直命令造成一团乱 而约残疾疫苗系统 伤未健全特权疫苗 是否会再出现 基层医疗人员点破现实 议员呼吁将医护家人 纳入优先施打疫苗名单 可以减缓残疾之乱 洪友宜给出相同建议 希望让一线医护受到保障 给他们的同住家人 给他们这种疫苗 这是一个给他们鼓励 让他们放心打仗 而各地方政府 对疫苗政策很小心 都怕引发特权揭露乱象 喊话中央订出后 补名单准则 别让责任落在医护身上 但这疫苗残疾特权问题 听在柯文哲耳里 或许有点敏感 说起以往的大炮性格 始终是那一句 相信医生的伦理 不会太 只要有公开的资料 可以备查 不会太离谱了 TVB新闻 华少品黎婷 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指挥中心一宣布 残疾要开放给 18岁以上的民众预约 结果诊所一天 就接到了500笔的预约名单 现在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电话一通通接不完 全是来排后补残疾 但诊所预约早报满 电脑后补单刷一排 要打到很看运气 大医院他们配到的疫苗量 是会比较多的 那像我们过去两天 我们配到的疫苗量 就一支 规定是开封最后一瓶 残疾剂量才能拿出来打 打的人同意书上 还要标注残疾使用者 以这间诊所24号 接种完预约后 剩下的残疾来算 领多只能再打四人 这样一排下去 500位都要打到 恐怕至少得等三四个月 这个量都很小 我们只是尽量避免它浪费 增加医护人的负担 我们非常的抱歉 这个推出当然是全国一致 就全国一致 那我想有些地方 是大概那个系统各有不同 所以还是以中央的为准 想靠残疾打到疫苗很困难 但有些人还是想试试看 据诊所统计 来电预约的30到50岁中壮年 占打宗 像这位父亲 上有老下有小 父母岁数还不到75岁的 不在优先族群 不在少数 另外年轻人不在施打顺序中 也希望打了疫苗 待降级后能多层保护力 风在家里太久了 如果我可以珍惜得到 当然越快接种越好 他们不要打就继续往下延伸 那就如果不想打的 那就让想打的去打 无论是一家之主 在外奔波扛起家计的 还是活动力强的年轻人 要等到疫苗开放 目前还遥遥无期 从诊所预约爆量 不能看出他们想接种的心有多急 TVB的新闻 陈永祥 吴宣彤 泰宝导 而嘉义一名58岁的喜慎妇人 她是在接种疫苗之后猝死 结果解剖相验之后 发现这个妇人是出现了 静脉拳塞 还有肠道血管拳塞等等情况 嘉义58岁的妇人 接种疫苗后身体不适 被送到医院 没想到第三天不幸猝死 让家属难以接受 我妈一打了隔天就走了 隔天就生病了 然后第三天就走了 那谁能接受得了 五姓妇人是喜慎患者 她在18号早上打完疫苗之后 隔天出现腹痛 冒冷汗 血压下降的情况 因为怀疑是腹墨炎 送医紧急开刀 之后转到家户病房 21号晚上猝死 检方相验后 发现她有静脉栓塞 肠骨静脉 肠道的血管栓塞等情形 近58岁女子 在解剖后初步研判 有相关的静脉 心肌病变等症状 而这些症状后 是否跟与疫苗注射有关 将由法医研究所的鉴定 之后作为最终的一个判定 我要怎么介绍 能拿六百万换回我妈妈 我愿意 对啦 能拿那个钱来换回我妈 我跟讲 挨多钱我都可以 他们也要报个歉吧 由于欧洲过去曾传出疑似 接种AZ疫苗 引发血栓事件 家属质疑死因与注射疫苗有关 指挥中心认为时序过快 因与疫苗无关 不过仍需看到解剖报告 提交专案小组讨论后 进一步鉴定确认 高雄三民区一处专门出租给学生的套房 传出有外籍的女研究生陈诗屋内 被房东发现已经发丑 生意九点多 两名外籍女学生到派出所做笔录 因为她的同乡好友被发现陈诗在族处 两人不是同学而是朋友 死者市民34岁诺鲁共和国的女子 来台就读中山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 租出在三民区的一处套房内 平时跟朋友常在附近出入 附近民众对他们都有印象 根据了解房东大约两周前曾来收租 当时死者说没有钱改天再缴 但房东直到25号晚上上门时 却闻到恶臭味 打开房门发现女研究生倒在地上 初步研判至少死亡三天了 而死者有人透露 死者曾在五月底表示她怀孕了 但事后又改口否认 不过朋友还提到 死者在台北有一名男朋友 曾在寒假期间来找过她 外籍身被发现城市租屋处 而生前她曾表示过身体不舒服 现在法医要进行PCR裁检来确认她的死因 我们会由我们的技检署的检察官指挥 那有相关的法医 还有相关的一些消毒等等 或是一些防疫的措施 由卫生局等等配合处理 那目前这个都正在进行程序当中 女外籍身死亡时间点敏感 加上有疑似北部男友 尽管她不是居家检疫或隔离对象 高市依照高规格将进行相关的环境消毒 和PCR裁检 厘清女研究生的阵阵死因 TB新闻 徐智鸿方志成 刘玄高雄报道 发生在北市土城的强盗案件 是一名瓦斯工人 持刀闯进了外籍女员工宿舍 抢走对方包包 得手一千块钱 男子停桌机车掀开头套 露出真张脸 大摇大摆 进入大楼内 知道天黑才出来 离开前刻意拿白色手套遮掩车牌 避免警方追气 这么心虚 因为他刚刚犯下 持刀抢劫案 他来的时候 他说 你不要叫 你不要叫 我就会绑你起来 我没有做什么 24岁的胡心越南籍女子 当天一如往常 坐在上铺床尾滑手机 看到嫌犯突然闯进房内 吓得放声大叫 嫌犯变成开错门 但接下来 却用绳子将被害人双手捆绑 还拿刀威胁 抢走被害人包包 他说他没有干什么 他只去来找人可以 然后我就怕了 我就叫起来 然后说不能叫 然后他去找东西来绑我 然后拿刀说 如果我叫他会 强烂发生在新北市土城 一处外籍员工宿舍内 嫌犯被逮后变称 一开始只是想偷包包 但被害人情绪激动 才会把他绑起来 要他不要哭就会松绑 还说自己抢走被害人包包内的 一千元 世界不是抢 有丢一个手套在这边 跟那个纸 他有进来 都要找东西就对了 然后他就丢在这边 离开前把摸过的地方 全用湿纸巾擦过一遍 以为不会留下痕迹 但犯案前后的声音 全被监视器拍下 40岁的游性嫌犯 是瓦斯搬运工 三年前曾饮酒驾 判刑两个月 这回犯下侵入住宅强盗罪 至今美汉被害人和解 造成对方难以抹灭的阴影 犯案后又狡辩 毫无回忆被重判七年六个月 吃刀抢一千块的代价 换来漫长的牢狱之灾 另外是台中市 六月统计到十七号 已经发生了十起的死亡车祸 因此启动一周大执法 光是前四天就取缔了近六千件的违规超速 六月十号凌晨十二点多时 刚风市路一辆BMW轿车转弯瞬间 整辆车失控连转电线赶 和公车站牌 车身因为严重扭曲 蓝性驾驶卡在车内 从清醒到失去意识 送一不至 两天后台中又发生死亡车祸 十二号晚上十点多台中南屯 永春东丰富路口 女骑士回转瞬间 遭到兵士车追撞 喷飞二十公尺远送一不至 台中市交大发现 六月份都还没过完 从月初统计到十七号 就发生十件死亡车祸 其中七件初步直移 至少一方违规超速 我现在就在台中的松竹路 跟汉溪溪路口 现场就有远景正在抓违规超速 摆放了一台撤速照相机 其实在这一个礼拜 光是四天就已经开出了 七百一十三万元的罚单 只要有车经过 就会出现嗶嗶警示声 如果超速闪光灯 马上咔嚓拍下车号 下午两点到目前取缔了两件 全台三级警戒路上人车减少 不少驾驶上路 油门越踩越重 根据台中市交大统计 近期超速案件 从110年6月21到27号 光是执法前四天 就已经取缔五千九百四十五件 以一般道路罚款最低一千二计算 如果每一张都开单举发成功 总发还将高达七百一十三万 平均一天就赚进一百七十万 疫情期间虽然车流量减少 避免因为速度过快 而发生了交通事故 交大表示这周会在全台中 从日到夜不定点加强取缔 免得有驾驶 想把街头变成赛车场 还把自己的生命也赔上 替背顺家卷 罗一新台中报道 北市府已经奏册 将会捐对七百名的街友打疫苗 也让想要接种疫苗的网友 就开玩笑发问 现在去睡公园还来得及吗 街友们认真填资料 还有人边写边骂 实在好气氛 他们写的是要求道歉的联署单 针对的是这个人 他们口中的张先生 其实是名嘴张雨勺 他日前在这论节目讨论疫情时 讲到北市要为街友打疫苗 却认为对街友处理的方式 不是应该帮他做好安置吗 你现在把珍贵的疫苗 打在街友身上 根本莫名其妙 此话一出引发街友不满 要求道歉 否则将发动抗疫 我要让他知道 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而且讲话要有所本 不要再猎污万花人了 什么叫把珍贵的疫苗 打到街友身上 是莫名其妙 不过张雨勺认为 台湾内容被断章取义 他是针对防疫的先后顺序 并非歧视街友 也不愿对这件事 其他回应 然而北市不少街友染疫 市府将针对700名街友打疫苗 隔壁的新北也已经开打 但听到街友能打疫苗 可让网友讨论大歪楼 ptt上就有人回应 不要跟他抢公园的位置 还有人开玩笑问 可以打疫苗 会不会因此让北市街友大增 那都去睡北车 这样就可以先打疫苗了 网红486先生也曾打去发问 今晚睡公园还来得及吗 不过双北的街友都能施打 其实有造册 北市府副发音人更劝大家 你不会在外面夜宿一晚就列入名册 防疫期间还是乖乖待在家 等轮到你再去打比较实在 TVB熊华光源林强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